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贾薇婷表示 如果日后法拉帝未来成功上市 该基金将拥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国内债务 不过话说FF91到现在都没有量产 上市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近日亚马逊上架了一款以守望先锋为主题的Switch收纳包 整体采用黑黄设计 正面印有游戏logo 不过亚马逊随即撤下了这件商品 这似乎从侧面证明了Switch版守望先锋存在的可能性 此前 阿黑三的制作人曾透露 从技术上来讲 守望先锋一直到Switch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任天堂可能会在9月举行网络直面会 正式公开这一消息 日前OPPO官方宣布OPPO Reno2将于9月10号正式发布 而现在有博主提前公布了Reno2的高清渲染图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Reno2拥有三款配色 正面是一块6.5英寸AMOLED屏幕 后置4800万像素AI4摄 正点是它还将支持20倍变焦 会拍照的望远镜了解一下 有多问答 你问我答 昨天有网友问我在最新的DXOMark榜单中谁排名第一 此前呢 这个榜单的第一名一直被华为P30 Pro霸占着 不过随着三星Galaxy Note10 Plus的正式发布 它凭借着113分的得分成功超越了P30 Pro的112分 成为新一代霸主 值得一提的是Note10 Plus的前置摄像头得到了99分 而P30 Pro只有89分 看来华为还需要在前置摄像头方面多下功夫